猪突猛进 罗马市长选举在即 城市却突遭野猪入侵 距离意大利首都罗马市长选举仅剩几周时间 然而当地正面临一个棘手问题 越来越多的野猪闯入这座城市在街头随处可见 据英国天空电视台当地时间24日报道 近日不少野猪被城市内臭气熏天的垃圾所吸引 纷纷闯入城市翻垃圾堆寻找食物 在社交媒体上 有民众拍下野猪带着小猪在罗马城市内小跑的画面 尽管这些动物的出现对罗马来说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报道称 它们似乎变得越来越傲慢无理 这也引起了当地人的担忧 有当地居民称 我很害怕 有一次我正要扔垃圾的时候看到了它们 另一位居民说 我们知道它们不会攻击我们 但我们总是与它们保持安全距离 如果碰巧有猪妈妈带着它的小猪 我们就有被攻击的风险 与此同时 这个问题也被政客们关注到 罗马市长维基尼阿吉 Virginia Reggie正在寻求在10月的选举中连任 它试图把责任转移到政治对手身上 据报道 在本月早些时候 拉吉指责拉齐奥地区未能将这些动物赶出首都 并提起法律诉讼 而拉齐奥地区否认了这一说法 并称这些动物管理 应该是由罗马各个市政委员会决定的 台竹 高超尺 当月 小选举 很漫洪 小选举 并不在 辞卑 瓶地区 数